相互能知識想像 感謝你拼了命去闖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診室 我是彩鷹 今天請到萬通國際投顧顧問 魏明玉衛老師 老師好 彩鷹好各位投顧大家好 昨日美股可以說是絕地大反彈 將近了千點 讓台股鬆了一口氣 那投資人該注意哪些呢老師 我想以在最近期的一個 一個美股的一個實際上表現狀況 包括在聖誕節之前 這個美股道琼公益指數 連跌7天 這7天拉回的弧度是高達2800多點 相對於就是說百分比 有超過這11.4%的一個拉回 那當然在昨天晚上就是說 這個聖誕節過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這個美股道琼大漲超過千點 那等於說 他還形成一個叫絕地的一個大板工 畢竟我想就是說以美股 在昨天的一個大漲 除了就是說這個油價 就國際油價大漲超過8%的 一個帶動以外 那甚至包括就是說 這個護國銀行針對 在近期他有一比這個 史上規模最大的 這個640億的一個 這個基金要做得上進場 那當然的話 這個基金的一個進場也造就 在昨天這個美股 形成比較全面性 跌升之後的一個強壇 那大家反推到這個台股的部分 當的話 在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也是不意外 形成比較直接 開高走高的一個反彈 那畢竟我想以在近期的台股 實際上狀況 比如說好像在這個聖誕節前後 聖誕節之前 這個美股是大跌 這個11.4% 那相對我想以台股的部分 算是一個相對的一個抗跌 比如說從這個12月11號 一路這樣子修正過來 到昨天去創低到9400多點 等於說這個波段的一個台股 拉回弧度也不過才385點 這個百分比不到4% 相較這個美股跌了個11%多 這是屬於一個相對的一個抗跌 那之所以會做一個抗跌 我想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說 以台股的部分 包括在10月份 其實10月份整整一跌 就跌掉個1600多點 就是說當時之所以做大跌 也是相對的一些國際資金的一個外側 那外側等於說 外資不斷在做撤離 然後10月份到11月份 快速拉回1,600多點 等於說在近期 相對來講 就是說外資撤出的一個規模 已經不比這個10月份 當時撤出的一個弧度 那所以說也造就台股的部分 在就是說已經在近期 美股大跌 那反而我們並沒有去隨之 做到比較大幅度的修正 屬於一個相對抗跌 重點我想以在最近 一個波段包括像台股部分 就是說在前天 他有跌破掉強力的支撐 9600點的強力支撐 那畢竟我們要去判斷台股 到底9600點這個支撐 是不是屬於一個叫實質跌破 變成說我們會觀察 三天之內 如果說他要重新站毀 這個9600點的一個後續賬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標準叫做 假跌破 增洗盤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我想我們觀眾朋友們 你都一定聽過一句話 股票市場最大最大的一個利多 叫什麼 跌升 跌升叫做最大的一個利多 因為畢竟這個階段點 股價都已經形成比較大幅度的修正 那大幅度修正我想就是說 已經在近期 在這個聖誕節前後 最近這段期間 大概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這個台股大盤的一個量能 都不到一個千億的一個量 當然的話 這是反映出這段期間 投資朋友們的一個觀望的氣氛 相當濃厚 那觀望氣氛濃厚相對來講 後續緊接而來 就會迎來一個叫做炎月行情 炎月效應的炎月行情 這隨之要做到這樣啟動 因為畢竟在這個階段點 股票市場在走一個循環 多頭循環走完換空頭 那空頭循環走完之後又換多頭 那等於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趁著沒有量的這個當下 等於是說 投資本以往在做一個空手觀望 或者說在做個形成 就要捐空的那個當下 股價 就是說這個強力支撐 還是一樣做到 像利手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想在這個階段點 請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可以好好做到積極的佈局 積極佈局當然的話 選股為重 那無論如何就有一個實際上操作 這邊的重點 我們還是希望各位 能夠去做到精確選股 來掌握住這個 個股輪動的這個節奏 我們就用這個線圖來做個實際上說明 包括像這個美股部分 我想像道雄光源指數 這段期間快速的一個修正拉回 那拉回到 這個聖誕節前一天等於是說 他還是形成比較互乖離過大 那互乖離過大 當然會形成比較紀錄性反彈 像昨天一彈 一彈就超過1000點之多 這個百分比超5%上下 我們再看看台股的部分 我想在這個波段 在前天跌破9600點 那昨天創低到9473點 比如說今天又形成比較強彈 現在彈的快接近200點 9600點就是失而戶得 那失而戶得的話 照舊就是說 這個9600算是一個假性的跌破 那假跌破真喜盤 當然這個監視點 都會是各位 你去鎖定一些好的標的 來做到積極操作的一個timing 當然我們就看一下 不妨就是說 近期包括像這個 像這個比特幣 板卡廠 像漢遜 經過三個月大底之後 也形成一段快速的上攻 另外包括像這個做電競的 這個主機板的 像這個技嘉維新都一樣 一樣經過三個月的大底部形成 然後買點訊號產成的後續 也都形成一下快速急功 另外我們再不妨看一下 在近期 股價都已經形成一個大幅度修正 那股價真的是很便宜 這個都已經打 兩折到三折的這個包像瓶蓋 我們就列舉像可乘的部分 這個波段的一個買點訊號 要在224塊錢來做的產生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些漲價效應的 包括像這個 就是說被動元件的像國際 國際在今天 他這個波段的買點訊號 321塊錢來做產生 買點訊號產生 當然各位你可以來做到鎖定買進 那甚至包括像這個矽經驗的 像這個6488環球晶 連這個短線都已經開始轉多 短多買點在275塊錢 甚至包括像MOSFIT的這個 像645三圍的大宗 這個買點訊號 也115塊半 最後都要讓隨之的一個產生 那重點我想 針對不同個股不同的一個輪動 我想針對他們的 我們無論如何建立各位 根據訊號來執行該做的動作 那這訊號在哪邊 我想衛老師我們在每一天 這個Light at盤中 這個Light at 都會給各位做到第一時間的一個分享 感謝衛老師精采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關於個股操作及盤中最新消息 一定要加入魏老師的Light at 拆盡幾點是我們下次見 拜拜